没想到杀戮都市里竟然出现了这么多妖怪 第一位厨迹 一个没有眼睛的日本女人 也是白鬼夜行中最弱的小鬼 她总是张着一口烂牙的嘴巴在不停地奔跑 就像一具没有感情的丧尸 最后被简单的一枪抱头而亡 第二位飞头蛮 一个只有脑袋的小boss级妖怪 虽然没有身体但丝毫不影响她的移动速度 普通的重力枪只会对她造成短暂的眩晕 飞头蛮在靠近目标时会高高一跃 利用自己的大脑袋砸死猎物 她还是怪物军团的首领 虽然成员较多但都不堪一击 比如像一坨五花肉的肉人 还有吓得尿裤子的狼人 第三位王妾 外形就像一只直立行走的龙虾 双手就是她的武器 她远比普通妖怪更加强壮 刚一登场便斩杀了几名大阪队员 第四位一本导贝 繁文这是沙海经理的独角神兽演化出来的 她只有一只眼睛和一只脚 是一种喜欢隐居在山里的巨型妖怪 移动缓慢而且攻击力很弱 仅凭战衣的力量就可以正面硬钢塔 第五位走地魔 一个四肢爬行的绿色巨腰 她的舌头像交织的藤蔓 尾巴像一把会伸缩的弹簧刀 智慧较高而且反应迅速 将男主打飞后知道先摧毁武器 女主还没来得及开枪便被尾巴卷住 最后男主侥幸对走地魔射出了捕捉神 这种高科技武器显然可以克制她 捕捉神困住目标后变成了红色 随着走地魔的身体部位逐渐被清除 这个小boss最终也被下线了